花莲妈祖文化活动因为疫情 妈祖绕境取消了 不过吉安乡圣南宫静态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同时也邀请到台南土城正统路尔门圣母庙 文管山妈安座专教 在228这一天来自各县市信仲 前来专教底祈求牛年全家平安如意 今年元宵节于228联系家庭期间 花莲吉安圣南宫原定的花莲妈祖文化祭 原本将有台南路尔门圣母庙 从未出选的正殿恶妈与西部期间百年大妙的妈祖来花莲绕境 预计会有三万人次来参与 但考量国内新疫情及花莲至今人灵确诊 为了避免乡亲和心中的群聚 因此云后办理 但远近的规划当中 去年为新冠疫情消灾祈福环岛路跑疫情的入尔门文管山妈 越南照原地时间穿着当时路跑时 全球唯一的妈祖运动服饰 到圣南宫住驾 公信中能轻轻从2月24号到今天 已经有上线人次来花莲临圣南宫参拜 入尔门圣母庙的文管山妈 许多信众更为朝圣全球唯一的路跑妈祖来 求平安 应该也算啦 只是突然就很想来 因为其实本来本身自己就有拜拜这样子 对 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参与这次这个 这个专教底的活动还有原则上我们旁边还有这个情人桥还有这个专教底的活动 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共襄盛举那这个专教底会让这个 会让这个祈求我们的这个平安那最重要的这次是文管山妈特别来这个 这个圣南宫住家那也希望欢迎这个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 利临圣南宫来这边来参乡 然后然后祈求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再来就是这个合家平安 还有身体健康 然后做这个事业能够这个这个生意 生意兴隆百业兴旺 台南土城正统路尔门圣母庙顾问陈立逊也请来花龄为活动来宣传 去年我们台南土城正统路尔门圣母庙我们的文管山妈因为接到了上天的玉址 环台路跑为我们台湾祈福期待疫情早日结束 也为我们全国的信众做加持那因缘际会也来到了我们花莲 那在花莲这边受到许多的信众热烈的这个欢迎 我们颇为感动那回到完成了路跑活动回到我们圣母庙以后 又受到了这次受到了我们县长徐政卫徐县长的邀请 那么我们又向妈祖以直角寡贝方式来请示 那么因为防疫的关系我们将延期 但是我们的妈祖的心意不减 再次的寝室依然由我们的路跑妈祖 也就是我们的文管山妈弄狗咖为妈祖来弄狗咖 可以把我们的一切不如意为我们消灾为我们加持 希望新的一年大家能够扭转乾坤 能够旺旺旺旺路尔门圣母庙 邀请大家有机会到台南到我们台南正统路尔门圣母庙 华林吉安圣堂宫为此那流卡活动设计的灯饰 主题花灯 妈祖公仔 祈福亭 钱人巧 在整个布置当中成为华林另外一个旅游的打卡景点 华林圣堂宫主委也是先言 吴建制表示 许多民众因为赠送限量 妈祖口罩 妈祖饼干 千里言 以及顺风而钥匙圈而来 当然为华林祈福 为前来参拜的心中护佑 更是这次活动的主轴 这次路尔门文馆三妈将在花林住假到四月 圣堂宫主委吴建制 欢迎全国民众一起来参与这项活动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